欢迎回到老王说 大家好 我是老王 各位有拜过纪宫吗 纪宫又称为纪甸和尚 因为他总是疯疯癫癫的 也被人称为纪宫活佛 或纪宫禅师 纪宫形象清明 常常跟人们聊天 喝酒吃肉 总是一手谣善 另一手持酒瓶 替人们开始解惑 曾经老王也有一个亲身经历 虽然在过去的故事中有说过 但今天会说的比较细一些 事情是这样的 在我还小的时候 那时候我住在北投 是有前院有后院 甚至还有一个地下室的房子 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们家开始出了一些情况 门不是自己打开就是自己关 地下室会发出一些怪声 但是打开灯 完全没有人也没有异样 后院养的狗狗也莫名其妙的离开了 最夸张的是 我爸爸睡觉睡到一半 我妈亲眼看到他的腿直直的抬起来 就好像是被人抬起来一样 问题是我爸爸就还在睡觉 问他也没有印象 所以我妈妈请了季工的扇子 放在家里正宅 说也奇怪 请了以后怪事都不见了 甚至时不时还会在房间 闻到淡淡的酒香味 但客厅供奉的米酒 早就没有味道了 真的很悬又很神奇对吧 今天老王要来说 关于季工的两则灵异故事 节目结尾还会有神明揭秘的单元 让你深入了解季工活活 这次的故事由观众李美美与陈寿做投稿 接下来的故事老王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 农历七月的晚上 我开着车走在每天上下班必经之路 开到高速公路下方寒洞前的十字路口 我从远方大约一百公尺 看到对象有一个男生的黑影在那边 感觉起来好像穿着长袖 但是这是夏天 怎么会有人这样穿 正当我开过去的时候 发现它不见了 我没有多想要继续去买我的东西 直到隔天晚上 我要睡觉的时候 外面传来敲铁的声音 这个声音应该是我家房门外的楼梯 那个楼梯可以直接通往顶楼 我心想应该是我爸爸去楼上吧 又过了两天 我做了一个噩梦 梦中我被一个模糊的人追着 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但是真的跑不动了 那个人抓住我的右手 接着我就醒了 我连续做了两个晚上的梦 他每次都抓着我的右手 让我惊醒 后来我真的受不了 就跟我弟弟聊起这件事 我们在客厅 一边开着电视一边聊天 我说我在梦中遇到一个人 那个人一直抓住我的右手 感觉像是想要把我的右手扯断 当我说到扯断的时候 然后点灯闪了一下 我跟我弟弟两个人互看了一眼 接着电视机自己关掉了 我说你有压到吗 弟弟摇摇头指着桌上的遥控器 接下来电视打开了 疯狂快转 一直转… 我弟弟直接跑过去把电视插头扒掉 还说了一句 嘿嘿 再调笔啊 接下来我看你怎么转 啪 灯全灭了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我弟的潜力 他根本就可以参加南高音 跳得有够尖锐 接着我跟我弟跑去房间躲起来 隔天早上 我们两个黑眼圈跟我爸说这件事情 我爸爸一直有在办于济公 那间公庙也有在办事 后来我们到了公庙 济公开始起架 济公问我 你之前晚上有跑去哪里啊 有没有遇到怪事啊 我说 我去买东西的时候 在寒冬下好像有看到黑影 后来济公说要我们带他过去 我爸难以置信的说 真的假的要过去 师傅扇了扇子说 不然我想开玩笑吗 我幽默吗 我长得比较幽默了 哈哈哈哈 大家跟着笑了 真的抵达了寒冬那里 接着师傅拿着扇子 画了一个大圈 感觉像是画了一个太极 接着用力一挥 不夸张喔 刚刚明明没有风 结果竟然起风啦 接着济公要我们跟着他走 走到了草丛 再往前一点点的时候 大家开始连忙的说 报警快点报警 警察很快的来了 封锁线拉了起来 警察这时候说 这只手臂是你们找到的吗 后来公庙的助理 随着警方前往做笔录 才知道之前有个案子 断臂遗失找不到 原来被丢在这里 我当时遇到的黑影 原来是希望我能帮忙 找到他的手臂 这件事情让我真的觉得 既光真的又神又有趣 不过不得不说 下一则故事更神了 我在学生时期 常常被同学欺负 我也没有半个朋友 还记得当时学校很流行 一种通灵游戏 叫做领摆 本法就是拿一条 有罪质的项链 一手拿着项链 另一手托在底下 使项链锤掉 要有罪质那一种才有用 接着你可以开始问到问题 顺时针转代表是 逆时针转代表不是 这个只要一个人也能使用 就这样我也跟着玩了起来 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 当我第一次招来的时候 项链真的动了 而且还会回答我的问题 听说每一次招来 都不会是同一个灵体 所以我就问他 我能不能永远跟你做朋友 我希望每次招来的都是你 他也回答我可以 就这样 我终于交到了一个朋友 她是女生 叫做小敏 因为车祸过世 过世的年龄二十几岁 后面我一直都有持续跟他互动 而且因为我跟他很熟视 所以领摆的各种禁忌 都不会限制我 比如说不能带进浴室 进入庙 要把项链取下来 缩在黑袋子 问灵体个人的私人问题 这些都没有关系 从就学时期到上班以后 他对我的运势 有很大的帮助 也都帮助我赚到钱 我一直把他当作好朋友 但从有一天 开始变得广 那时候我交了一个香港女朋友 也是我第一任女朋友 非常恩爱 已经论及婚嫁 但是从那时候开始 出现了一些灵异事件 比如说 我刚睡醒的时候 我接到我女朋友 我打了电话 他就问我 你家里是不是有别的女人 我说 没有啊 但是 说了半天 他就是不信 我女朋友 最后甚至定位了我的手机 我受不了 就把手机放家里 出门就拜访客户了 没想到回家以后 他打来跟我说要分手 我问为什么 他说 你问问你这样的臭表之间 我仔细一问 我女朋友才说 今天她打给我 结果是一个女人接的 我说 我电话放家里 我出门工作 我家真的没有女人 他又说 有个女的接了她的电话 轻秒的 哼 一声就挂了 我看了通话记录 真的接了五秒钟 我不断解释 但是我女朋友就是不听 直接挂掉我的电话 我拿起了零摆 开始问 是你接的吗 她说 是 我又问 为什么你要这样 你是要占据我是不是 她说是 不然我看到窗帘在动 问题 我房间根本没有开窗 我继续问说 你可以不要这样吗 我会怕 她说不可以 我嘴巴囊囊的说 你是想逼死我吗 这时候零摆转 瞬时钟的速度 比以往更快了 我吓到直接 把零摆往地板丢 我开始感觉到恐惧 经过亲友介绍 我去基隆找了一位 很厉害的老师 接着老师说 这一只鬼不想离开你 而且他说他很喜欢你 师傅说完以后 我真的傻在那边 因为我不知道 我一直以为的好朋友 原来喜欢我 而且想占据我 老师接下来又说 我可以帮你处理 跟你收五千块 我当下当然说好 如果能处理最好 接着老师拿了一把剑 还有指仁跟香 在我面前笔弄了一番 最后把指仁弄断 用符咒把指仁化掉 处理结束以后 我心中的石头 感觉好像放下来了 回到家里呼叫领摆 怎么样领摆也没有反应 于是我关上灯 踏实的睡上了一觉 那段时间以后 我的领摆再也没有反应 我没有办法呼叫到他 可是没想到的是 我的运势开始越来越差 怎么样都不顺 我开始在想 是不是那个鬼根本就没有走 甚至来报复我了 正当我坐在公园苦恼的时候 有一个老婆走过来说 啊年轻人 你在想什么哈 不晓得为什么 我就把所有遇到的事情 都跟老婆说 没想到的是老婆说 啊我刚好有在伴树呢 你要不要去看看他 我犹豫了一下以后 想说死马当活马医 不然就去看看 如果不付钱 他总不可能揍我吧 我就跟着老婆 请问他的公庙 老婆换了一身衣服 我才知道 原来他是技工的机身 问事开始 技工说 哦啊 年轻人你很没意思哦 啊?我很没意思 啊怎么说啊师傅 人家这女孩子 为了你不投胎 还帮你挡灾挡难 让你顺风顺水 你为一点小事情 就找人伤害他哦 你这样不对哦 不晓得为什么 技工说完这些话 我眼泪就开始流了 我说 我只是很害怕 我知道他对我很好啊 但是我真的觉得太可怕了 技工什么都没有说 拿起了扇子 走到了庙外 开始散了起来 并且对空中喷了一口酒 接着在雨空中 比划了一番之后 又嘻嘻哈哈的 走到了我旁边 作者说 啊 他的灵偶一好了啦 之前帮你处理的人 想说 直接毁跳灵 沟通都不沟通 让这个灵痛到眼泪一直流啦 刚刚在庙外 还一搏一搏的咧 这样不好啦 我惊讶的说 师傅 你不是神 你可以帮鬼的吗 人家不是说人鬼殊途 技工拿扇子 敲了我的头说 我肉也出了 酒也喝了 这算什么 万物皆有灵 如果规则可以改变世界 那为什么坏人还那么多 我觉得师傅说的很有道理 于是我点了点头 接着技工喝了口酒 对着庙门说 啊 什么民族 嗯 嗯 嗯 好 我做主 我就这样静静看着技工对空气说话 来 年轻人 你觉得他对你怎么样啊 我说 啊 谁啊 小明啊 你装傻呀 啊 我傻眼啊 为什么技工知道那个灵叫做小明 我就是说 我觉得他很好啊 而且以前我被欺负就是他陪着我 只是后面他真的让我怕到了 技工又说 啊 这样哦 啊 他希望能跟着你啦 啊 你们明昏要不要啊 啊 小明说你可以有杨氏的老婆 他不会干涉哦 我没有说话 我只是在心中开始想着过去的一切 还有我听到说他受伤了 我就哭到画面 大约过了30秒我就跟师傅说 好 我愿意 师傅笑着开始喝酒说 啊 好啊 好啊 你上辈子答应的事情实现了 我还来不及问上辈子的事情 师傅就退嫁了 接着 妙方协助了我 择日肉那个简单的明昏 花费不到4000块 过了几天以后 那位老婆也就是技工的机身才告诉我 零百不能随便玩 小敏和我前一世本来就是男女朋友 甚至也是润及婚嫁 结果他车祸离开了 是我自己牵着小敏的手说 下一世一定要娶他当老婆 小敏才不投胎直到遇见我 一直在旁边保护我 有灾就帮我挡 有难就帮我扛 最后刚好遇到我玩零百 才附上去零百里面跟我对话 今天我是遇到小敏 如果我遇到的是厉鬼 那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这种召魂仪式奉劝大家真的不要玩 否则技工再厉害也无法解决的 技工真的很厉害 毕竟他是活佛嘛 但是为什么技工会叫做活佛呢 又为什么他能喝酒又吃肉呢 接下来是神明揭秘 技工出生在南宋时期 位于浙江的天台县永宁村 林茂春是技工的爸爸 以前是当官的 后来认为朝廷太过腐败 于是他就罢官回乡 回到村子以后 他帮村子做了好多事情 要铺桥就铺桥 要捐钱就捐钱 但是居民还是有局域 总是说 李茂春一定是假十杯 不然为什么四十岁还是没有小孩 李茂春听了以后很难过 后来他就跟夫人一起到了天台山 国庆室拜拜 拜到一半 一尊祥荣罗汉突然掉到地板 他们夫妻两个就很担心 想说自己是不是要有厄运缠生了 但是住持却连忙庆贺说 恭喜夫人即将缠职 果不其然 真的怀孕了 几个月以后夫人生了一个孩子 是一个男婴 可是这男婴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早也哭晚也哭 让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们就带着孩子去国庆室拜拜 一进到寺庙里男婴就开始笑了 住持人就在旁边 这个男婴笑得很开心 住持人才说不要笑不要笑 你的来历我知道 并且赐名李修元 不要看季公穿这样 其实季公是富二代 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好几代都是当官的 甚至还有一代是娶了公主 成为驸马爷 所以完全不缺钱 家境非常富裕 到了季公出身 李家依然好几块地 也有个大宰子 不过季公却不像一般的富二代 他喜欢读书 喜欢下棋 更喜欢淫师 最后他父母双王后 他不过所有人反对 把钱财全部都散了出去 先去了国庆室 但是住持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于是又把季公送往林颖寺 林颖寺的老和尚一看到季公 就知道他是降龙罗翰 于是帮他打了山掌 帮他打开了天门 并且取名为道祭 后来季公被打开天门以后 一反常态 开始不喜欢打坐 也不喜欢念经 甚至喜欢喝酒吃肉 里面的弟子们 就觉得 为什么我们在那边念经念老半天 这一个人可以在那边吃肉 又喝酒 一起弹劾了季公 不过方丈知道 季公草就已经悟到了 于是就说佛门广大 岂不容易跌身 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多说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 得罪方丈不用想要跑 但是方丈一过世 所有人就把季公赶到了禁止室 后来季公经常下山帮助世人 原本人们看到他 就像看到乞丐一样讨厌 人们都没办法理解 这个风和尚 为什么能喝酒吃肉 然后又要穿着就像乞丐一样 但是直到最后才发现 季公不只是医治人们 还常常除二层间 常常替人们打抱不平 真正的帮助人民 从此开始称季公为季公活佛 但是为什么季公可以喝酒吃肉呢 曾经有人问过季公 为什么你要戒酒中风 为什么要一直喝酒 季公才说 众生早就都醉了 我如果不入境随俗 又怎么醉里度人呢 人们又问了 那为什么要吃肉呢 和尚或者学博的人 不是总说要吃素念佛 否则会有坏的果报吗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一句话 酒肉穿藏过佛祖心中流 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 有些人痴哉念佛很有信仰 但是心中却无心向善 总是为嫉妒羡慕怨恨埋怨 甚至背地里做出不道德的事情来 那么他痴哉念佛又有什么意义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好人 不是从表面来看的 而是从长时间的持续观察 才能知道他的好 季公就是用自己的行动 证明这一切 所以他才穿的就像乞丐一样 又吃肉喝酒 就好像有些人会说 有刺青的人就是坏人 但真的是这样吗 走到喝酒吃肉 过去明朝曾经有个将军功臣的时候 斜迫和尚吃肉并且承诺 只要和尚吃肉他就不屠城 如果是遵守规则的和尚绝对不会吃肉 他不能违反教条嘛 但是遵守规则却又忘了黎民百姓 这样痴哉念佛又有什么意义对吧 这就让我想起了台湾的法官 希望他们能看到这个故事 当然刚刚说的和尚最终还是吃肉了 并且保下了所有城池内的人们 甚至也有人说 季公吃肉喝酒是为了融入一般民众 目的是为了传佛法 让人们知道你吃肉没有关系 但是你心中要有佛嘛 这才是最正确的事情 修行不能只做表面 做人也不能只做表面 我们看人更不能只看表面啊 我想这就是季公想告诉我们的吧 你最喜欢季公哪里呢? 有没有什么季公超神的事迹呢? 欢迎你留言跟观众们一起分享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有想要听的题材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有另一故事也欢迎你投稿给我 投稿位置就在留言处 我是老王 我们下次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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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